我们现在不能够 其实不吃身体的肉 但是我们应该 串洗这个私生的意乐 就是打坐的时候 这么观修 其实也能够去除执着的 也能够减少我们那个执着 我们的心里的执着少一分 你的心就通一分 通达一分 自在一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样有功德 也可以说是有成绩的 你不要以为我坐在那里想 不吃给众生肉 众生也没吃到我的肉 有什么功德呢 是不是 有的 因为你的那个执着心少了 到遇到你真遇到不吃 需要你不吃身肉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可能毫不犹豫 就把肉给它了 是不是 你没有这种窜息的意乐 你到时候你肯定不吃不了 真遇到需要不吃身肉的时候 你完全不可能做得到 你就会想都不会想 你宁愿死都不可能 死也不给你 死都在说 是吧 那不一样 那是你的心有强烈的对身体的执着 你做不到的 你没有这样长期的窜息 观修 是吧 一旦真的要你不吃身肉的时候 那你还 你怎么做 不可能 同样是不吃身肉 也有仁天道的 也有解脱道的 也有菩萨道的 还不一样 仁天道 他那个修善业 修得好的人 他也可以做得到不吃身肉 达到那种 他那种同情心特别强烈 就是 有可能他那种报恩的心特别强烈 那中国古代我也听说过 为了报父母恩的 是吧 大笑啊 有些人把自己的 什么什么身体都割下来 是吧 给父母的 炖汤喝 那这就是一个笑心的 达到一定的 那他既不是菩萨道 也不是解脱道 但是仁天道的这种善念 也可能达到 就是这种 可能的过去是 熏悉的这方面的教法 第一多 对吧 笑顺父母 报恩的心很强 那他也有可能做得到 这种极少数了 可以做得到这样 一般的是做不到 一般的人面对父母的痛苦的时候 那叫你割肉 你肯定割不了 一般人做不到 这种例子是罕见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是到了菩萨道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菩提心发到位的时候 只要众生真的需要的时候 当然是这个是真的需要 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的心力也很强 这个圣洁也很多 圣洁就是 你对空性的智慧 乃至成佛的菩提心 生起来圣洁 那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终身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做 布施生肉 甚至包括性命 布施生肉还好一点 布施性命就更难 感谢了 这个圣洁就会发动 有点儿 有点儿 感谢观看